接下来的这个并购案是台湾大 台湾大的投资金城资讯 金城的话就是说是台湾的 就是做这个以前是金融业 现在各个行业的就做数位转型等等 所以算是最好的公司 那台湾大哥大这个投资 赤资39亿元 就是买进金城资讯11.86%的股权 所以它跟金城一个是挑口家Tech 这个是很好 就等电信跟加上科技 特别是软体的科技 瞄准台湾各个产业AI升级 5G专网AIOT的成长机会 将来走向这个数位转型的这个AI化 从IT走向IOT 整合这个这个这个OT 这个算是挑口的跟这个IOT的 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觉得这个案子呢是很有机 因为第一个是电信 第二个是这个软体 第二点呢是走向东南亚的市场 第三个是数位转型意义重大 一遍 两个是 就像写党的一个和处 那是另一遍 就像写党的本来 都要说 那么这下一个 感谢观看